中環藝術會富士展覽 我現在就在中環藝術會富士展覽裏 而今天就有一部新機發布 就是這部 它的樣子是否像高架機呢 其實它是新的入門相機 就是XT100 這部XT100比較特別 因為加了入門 平時沒有的viewfinder 另外還有這個反螢幕 這部是3吋約104萬點的觸控屏 可以在自拍的時候做touch screen 來拍照 也可以拍大合照的時候 選擇哪個面部來對焦拍照 這部相機比較過癮的地方 主要就是有螢幕 因為你會看到它除了這樣反彈之外 還可以向下 這樣 對於多角度拍攝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這部相機是用2420萬像素的 APS-C 這部相機是可以換鏡的 還有它拍片的地方 就是有4K15fps 對於一般我自己拍片來說 都相當夠用的 機身也挺輕的 因為它正機身是不夠500克的 對於我們女生用 其實都挺方便的 手感也不錯 手感也不錯 還有它後面的轉盤在帽子的位置 無論是拍攝設定好 或者要選擇 因為它可以按的 都是一個挺方便的選擇 說了這麼久 這部入門機的錢 它連著這支15-45的電子鏡 合起來就不用6000元 所以我覺得 以入門機來說 都OK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走到這個展覽 因為這個展覽 接下來做到星期日 有不同歷代的相機展覽 亦都有裏面一些 用富士相機拍攝的漂亮照片 可以看看